大家好,我是小凡乒乓四面工 今天我们跟邓亚平来学习一下 长焦反手的刮打吧 刮打下篇球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叫横拉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叫刮打 我们看看邓亚平他引拍的时候 是在球的左后方 然后呢,他是往前撞击 然后横向摩擦这个球 那我们看邓亚平他那个球拍的活动的轨迹 基本上一个画弧的一个过程 他的走的这个活动距离也比较大 也比较明显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目的是 真大球在球拍上摩擦的距离 你看球如果在球拍上摩擦的距离越长 他应该会回过的球会越怪异越飘忽 是左右来飘忽的 当然我们在刮打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增加向前撞击的力量 减少横向摩擦 这样的话呢,我们过去的球呢 就没有那么怪异了 没有那么飘忽的 当然我觉得邓亚平他这个 主要是说这样来指导这个残疾运能源 主要是要我们打出这个我们长焦的一个变化来 我们不能是一种节奏 不能说我们一直是拱啊 或者是一直往前撞击啊 或者是刮弹啊 像我们这种如果能刮打出这个飘忽的感觉来 也可能不能让对手来适应吧 也是我们长焦的打出我们长焦的变化吧 我们长焦的变化